三皇五帝与中医 真酒 中药 中医理论来源 一种现在用的最普遍 其他八种已经被遗忘 遗失 忽略 没有受到忠实 其实这些真更有它的意义 九尊者是天地的大书 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真究这个九尊其实是我们在临床在人体里面整个用到的一个方法 其实九尊各有所长 各有所用 《灵书经》里面专门有这个九尊论 那我们去读那个 将来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这根真能代替好几根九尊之中的真 十一而中一九 很有意思 九 大家不要忽略这个数字 九它是阳数 奇数都是一三五七九二十六八十 阳数 奇奇数和偶数 九是最大的一个数 皇帝 皇帝 用的都是九 九之后 一二三五六八九 九之后是什么 为零 就是十 十就是一 又一个循环开始了 到十九 到下一个循环 所以没有一个比九更大的数 在一个循环里面 所以九的数呢 代表着权威 代表着至高不上 那么 皇帝 内经分两部 数问和零书 数问多少篇 数问 零书多少篇 八十一篇 各八十一篇 两部书 两百六十二篇 为什么是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 至高无上 代表着皇权 是皇帝做的吗 不是 皇帝们已经全书成书 跨越五百年 没有作者 假托皇帝的圣名 三皇五帝 我们的祖先 非常有意思啊 这是我自己琢磨的 我还没看到文章谁写 三皇五帝和中医的渊源 我在考虑 就是没时间怎么样写一篇 这个中医传统的文章 三皇 福西 神龙 皇帝 对吧 三皇有两个版本 这个是大家比较更倾向的一个版本 福西 干嘛的 九珍 谁制的 福西 福西至九珍 三皇之一 对吧 九珍来自福西啊 福西干嘛的 那个天道易经之处 福西是传下来的 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 它创造的九珍 就是禅源提风批 原理好长大 我们不要忘了 从福西来的 接下来呢就是神龙 藏百草 石有中药 神龙本草经 昨天我们去古籍出版社 我看到一种现装本的 神龙本草经 特别幸运 他们也没有了 就最后一本 我说这个就归我了 真的很幸运 我很幸运 现装的 很古老 原版的 我们几个去 王仲仁去 我们到那个古籍书店 装导这些古书 神龙给了我们中药 三百六十五位 一天一位 一年时间神龙藏百草 这是个传说 但是神龙也是给了我们健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对疾病治疗和预防的方法 石有中药 从神龙的时候我们才有的中药 皇帝 第三位 给了我们什么 皇帝内经 其实贾托他的名字里面有皇帝 跟齐伯 伯高等众多的医生的对话 传下来的这个经典 其实他给了我们基础理论 我们中医的基础理论 就源于皇帝内经 那我们想想 福西给了我们针 神龙给了我们药 皇帝给了我们理论 齐了 中医的基础 都有了 工具有了 药材有了 理论有了 剩下的 是不是该干活了 谁干的 历代一家 后续的 就出来了 针灸这趟线的 黄埔蜜 针灸夹以经 咱说大铺头的啊 灵书经 就是根儿 黄埔蜜 近代 针灸夹以经 确定了学位 黄内经 没有足够的学位 你讲黄帝内经 有多少个学位 提到的 黄帝内经 灵书 书文加一起 162个学位 只是提到的 很多没有定位 只有名称 不知道在哪儿 竹山里 三英郊 知道在哪儿 很多都是名称 而且名称里面呢 还有同一个学位 用不同的名称 同一个名称 可能还在不同的地方 比较混乱 统计学 统计之后呢 只有162个学位 你怎么看病 你真有了 经都有了 十二经脉 从内经开始 学位 通常早到 那你说没学位 也能知道 是 宁舍其学 怎么样 不舍其经 不舍其经 可以啊 有经络就可以制定了 没错 学位到黄普密 才奠定了 针灸的学位 有教多少个 361个 361 没有 349个 黄普密 针灸家里经 最近的一个教本 就是咱们 黄龙江 我的那个 同事 针灸说的 教证华 针灸家里经的人很多 最近的一个版本 是 黄教授 做的 我昨天 前天 他在针灵 那是黄老师 一个学生 专门高 估计 正是针灸的 副密书 我们还谈起来 349个学位 没有达到最后 第二步就是针灸大城 杨济州 明朝 杨济州的老家 浙江渠州 去年 曾连大会 不是去祭祖吗 杨济州的话 那个活动 我参加了 也是非常震撼 那也是针灸的祖先 他里面重点 还提到了很多针法 包括金针赋 都是收在在 杨济州的 这个针灸大城下面 到了清代针灸集成 才有了361个学位 皇帝妹经说 人体有365件 一天 一年 多少天 一年有多少个月 你想想 人体有多少条经络 正经12件 有多少学位 365块学位 所以 人身 我想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天人相应 按照 咱们七篇大论 内经里面 五云六七 方耀东方老 现在不在世了 我听过他的课 学习过两个星期 关于五云六七 那他的说法 天上有什么 我们人身有什么 天人有什么 十二个月 和十二经络的对应 三百六十五个学位 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对应 不是偶然的 是天人和自然界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中医的庞大 他的博身 孕育了很多哲学的 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 为中医承载的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 这根银针 它凝聚到中华民族的制度 不要小看这个银针 所以我每次扎针的时候 他们觉得太不一样了 太神奇了 王老师说了一句话 说这是针尖上的艺术 我也不知道是夸张了 还是真这样体会 但我觉得确实 不一般 不一般 天、人、地是相应的 人的中间就是人的一个层次 这一个层次 因为我在给大家讲一个道 不是装普及一个树 既然大家呢 我们有 虽然是有我们专业的 也有零基础的 还有我们领导 我是想从中医的来龙去脉 给大家也做一个知识的考题 但就这样 有没有必要 有必要 咱要知道咱们得跟 咱们这个套 中医的东西是从哪来的 完了我们往哪个方向走 我们都能按什么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说我 就会这 扎这几根针 我就治颈椎病 我治的好 那也可以 但是再深了呢 你的层次就欠缺了 我们培养的一个人才 一个中医的大家 那必须得是有历史 有纵向的 还有横向的 我要讲 中外整个在世界上的 针灸出于什么状态 我们的技术发展到什么水平 都得把我们 才能够真正的融会贯同 你才能把这根针 把这把草 用到极致 谢谢 谢谢